坚持 我想就是因为动物吧 如果你去感同神兽 你好像去进入 感觉到那个动物就是你在里边被人拖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再吃肉 我的外婆往生过后 就有读到地藏经 在讲种种的因缘 果报官 此处的念头发起了 疫情开始那个时候 就有开始再去网上找比较多关于素食的资料 原来才发现到 其实制作奶制品 就是一直让那个母牛一直怀孕 然后一怀孕那个孩子就被拿走 就是一直残乳残乳 有下决心说 又再要来提升自己的吃素 我们是可以不要选择吃牛奶 我们可以喝植物奶 就可以不用给动物受这些苦 上人一直讲 飞速不可飞退 不可飞缩不可 就用网上云端来推速吧 两个人 三个人 十个人 二十个人好像很少 比起这个世界的人 但是就是好像萤火虫的力量 其实就是从点地 一点一点 一个人一个一个这样子的去转 去圈 去推 我觉得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是一个租舍世界 那么多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